上集说道 安妮娅在烦恼世界和平的计划 因为成绩和体能不够优秀 想要放弃获得星星的机会 她想把希望放在计划B的好朋友大作战 由于她总是偷窥达米安 让贝奇误以为她喜欢达米安 认为男生都是视觉动物 决定放假要带安妮娅去百货公司打扮一番 没想到当天 贝奇竟然直接包下了整座百货公司 浩荡的排场让安妮娅都吓傻了 为了帮安妮娅找到毕生服装 开始各种安妮娅的穿搭笑 但是她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 只觉得写评也太累人了 最后她看上橱窗中的绵羊吊饰 想买一对和贝奇作为一起逛街的纪念品 于是贝奇傲娇地收下安妮娅的礼物 回到学校 两人在书包上挂起了吊饰 安妮娅和贝奇的友谊又更加升温了 今天是伊甸学员每半年召开一次的恳亲会 受邀的人全是皇帝的学徒及家长 所举行的传统例行活动 参加者都是各领域鼎鼎大名的人物 所谓保安局人员也会在附近巡逻 黄昏已经乔装成老师混入学校 至今西国情报组织曾多次潜入会场 却都以失败为告终 所以才需要消的作战来接近戴斯蒙德 会场的所在地智慧之塔 可以出入的通道只有正大门 而这唯一的通道将会进行彻底的身份确认 不论是易容还是在某人身上妆窃听气都很困难 就算提前潜入会场伪装成名人 也很容易露出马脚 与小孩同行还很有可能被识破 班城服务生活校内人士更没有机会与他对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安妮娅家长的身份接近他 黄昏现在能做的是为下一次做好准备 探查有什么能接近戴斯蒙德的机会 至于安妮娅这边 由于下午肯清会的关系 班上提前宣布放假 而达米安心不在焉 昨晚他打给哥哥希望他能转过父亲 肯清会结束后 想在中庭见上父亲一面 一旁的安妮娅发现 他要跟戴斯蒙德见面后 偷偷摸摸跟了上去 但是他拙劣的跟踪 早就被达米安识破 要他别一直跟着自己 离去前还骂他是短腿丑八怪 起了安妮娅想要揍他 这是他听到黄昏的心声 得知老爸也要接近戴斯蒙德 于是他们都跑去追达米安 但是当达米安来到肯清会现场 被现场的气氛给吓到 决定放弃跟父亲见面 觉得父亲不可能浪费时间在他身上 然而就在这时 安妮娅挡在他面前 表示他实在害怕 指出达米安的国语考试才考50分 而他自己考了17分 但即使这样 他还是会把成绩单拿给黄昏看 因为他喜欢身为爸爸的黄昏 这让达米安突然觉得自己好蠢 所以决定去中庭等父亲了 而安妮娅也跟过去要等 贝奇还以为他想以结婚为前提 跟对方父母见面 结果下一秒 安妮娅就睡着了 贝奇感到无奈 让管家把他带到车上 准备回去 而黄昏这边也拟好了计划 他实现做了吊饰的复制品 然后再来到中庭 假装再找绵羊吊饰 达米安说他刚有捡到一个 这时黄昏表示 自己是安妮娅的爸爸 并装作第一次见到达米安 马上下跪道歉 理由是安妮娅在入学典礼时打了他 希望自己能到府上赔罪 就在这时 戴斯蒙德与保镖们来到中庭 这一切都是黄昏算计好的 他向戴斯蒙德表明 自己家长的身份 想借由达米安被打的事情 与他拉近关系 希望能上门赔礼道歉 但是戴斯蒙德却笑着 回绝了黄昏 由于太过干脆 让黄昏有些吃惊 达米安觉得自己都被打了 父亲怎么都不在乎 但是看到父亲的眼神后 达米安怕得不敢吭声 黄昏认为 达米安会生气是正常的 透露安妮娅就是太调皮 甚至要完美掌控孩子 是不可能的 达米安三人祖 不禁为他感到同情 而戴斯蒙德对此感到认同 认为就算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终究也是别人 要真正理解他人 是不可能的 黄昏说他是位心理医生 或许他对病患的理解不到一成 但是他还是为了理解对方 做出努力 就像自己对安妮娅也是一样的 指出戴斯蒙德不也是 特地拨出时间来跟儿子见面吗 他谎称透过安妮娅口中得知 在上次的社会作业 达米安对父亲工作上的尊敬 自己听了 都有点想要加入 统一党的后援会了 戴斯蒙德觉得 眼前的男人很有趣 成功记住了黄昏的名字 黄昏这边也打算 见好就收 临走前还向达米安说 今天讲的事 就别跟安妮娅提了 其实他也很想和达米安 变成好朋友的 最后黄昏离开了现场 戴斯蒙德表示 如果没事的话 他就要先走了 达米安过去勇气说 最近在学校的表现 不管是获得一颗星星 还是只考了50分的国语考试 甚至是美了作品 获得了金赏 戴斯蒙德听了 给予了肯定 让他继续努力 收到勉励的达米安 超级开心 至于黄昏回到家后 便看见呼呼大水的安妮娅 心想他还真是没有烦恼 那么间谍加加九的故事 就告一段落了 关注我 掌握最新故事进展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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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